这个小区怎么了 所有居民躲在楼洞里不敢出来 零星有几个来不及回家的 全都成了争相破药的对象 早在一天前 这个小区出现一例狂人病患者 意识全无见人救药 安全局查到患者之前吃过一种用来减肥的假药 而且他并不是唯一吃过药的人 小区的健身会所里还有不少人也购买了这种药 官方当即下令 派遣部队将整个小区隔离起来 地下车库也毫无意外的全部封闭 所有小区居民不得进出 大家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说不惊慌那是不可能的 新闻播报除了这个小区 还有三处疗养员和两处流浪者聚集地 也因为狂人病的原因进行了强制隔离 绝望和恐慌迅速在城市蔓延 杀人犯眼镜男原本还想逃走的 可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多长一条腿也很难得逞 最终还是被男主以前抓住 靠在自己家中的床头柜上 眼镜男大骂以前侵犯人权 自己要小便怎么办 以前随手拿出一个红酒瓶 让他自己想办法 以前可没时间待在这里 因为他要去参加居民代表大会了 这是安全局为了安抚隔离群众的情绪 以楼洞为单位做的一个专题说明 隔离时间暂定为7天 如果有人擅自逃出去 将会受到严厉处罚 大家最关心的吃饭问题 官方表示从明天开始 会给所有居民送喝饭 新春和以前身为公职人员 他们有更重要的事做 那就是消除病毒扩散的隐患 二人的首要目标 就是减肥药丸扩散的健身房 此时只有一名员工在这里 新春看着垃圾桶里的矿泉水瓶 发现员工很爱喝水 这不就是狂人病发作的先兆吗 可对方一口否认 自己从没吃过减肥药丸 以前还想多套些话 想不到他却开始狂糟起来 这下新春二人心里更没底了 于是把办公室的所有水都搬走 让员工待在房间里 看他会不会因为口渴发生病变 接下来新春二人还得去排查其他住户 这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有些护主甚至连门都不愿意开 只是通过门禁来完成简单沟通 乙贤来到眼镜男的家里 给他解开手铐让他上床休息 想不到之前的同事证人突然翻供 表示并没有看见眼镜男杀害妻子 应该是被眼镜男收买了 这时候乙贤又接到韩忠孝电话 说他们楼洞正在有人现场直播 必须马上制止 否则就要断网断电了 乙贤听完后立马跑到主播家里 发现他并不在 而是来到眼镜男家门口 这可是楼洞首例病患的住所 主播为了博眼球 自然不会放过机会 好在新春和以前及时出现 毫不留情的中段直播 他们二人在小区忙里忙外 安全中心的韩忠孝也没闲着 此时他正带着助理来到一间瘦大病房 里面只住着一位病人 居然是生产病毒药物的公司会长 他十分不满 韩忠孝将狂人病毒的事情闹得满城皆知 韩忠孝可不背锅 他调查过了 病毒药物是有人故意扩散进市场的 而这个人就是会长自己 此时会长也不再隐瞒 终于露出本来面目 仔细看 这个男人忽然扯住旁边的手下 瞬间张口咬了下去 他好像还有些意犹未尽 眼中泛白 想要继续攻击身前二人 可对方却淡定无比 因为男人被铁链锁住 根本无法近身 原来他就是初代狂人病患者 为了能够引起社会重视 尽快研制出解药 居然将导致病变的药物故意投放市场 让更多的人来给自己陪葬 韩忠孝制止了手下开枪的意图 现在还得留着他 这样更方便将贩卖药物的渠道一网打尽 而且对方地位很高 也不能随意杀死 小区中的乙贤和新春 终于结束了一天的病毒排查工作 接下来睡觉成了首要问题 因为他们家里多了两个人 乙贤的警察同是郑国 此前来小区送年糕 现在也被困在这里 另一个人就是邻居女孩小允 他的妈妈因为在外工作没有及时回来 现在连小区都进不来 只能委托新春帮忙照看 他妈妈特意交代 小允患有严重疾病 不能剧烈运动 也不能受伤出血 新春是个天生热心肠的人 满口答应下来不说 还特意找到韩忠孝 想让他帮忙走后门 放小女孩出去和妈妈团聚 结果韩忠孝拒绝了新春的提议 他的话有些意味深长 小女孩和你待在一起 说不定比在外面更安全 要知道家里可就两张床 最后以前和同事郑国睡客厅 邻居小贤和新春霸占了家里的两张床 直到现在新春才有时间翻看手机 里面全都是母亲关切的留言 仅仅只过去一天 有关狂人病毒的新闻破天盖地 想不到被隔离的小区又增加了两家 而且国外也出现了狂人病毒 有的国家甚至封锁了边境 女主新春现在的心情不错 因为等下就能领取到美味的盒饭了 可当她来到楼下时 发现楼洞的大门被人锁了起来 因为首例患者和健身房都在这栋楼里的缘故 其他楼洞的居民和物业为了安全起见 居然强制要求这栋楼进行单独隔离 这下可把新春记坏了 只见她掏出郑国的手枪 普通居民哪里见过这种挣扎 物业经理乖乖掏出钥匙 莫送新春和以前二人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不过其他楼洞的居民还是有意疏远他们 就连盒饭都得以楼洞为单位分批次拿取 现在超市物资已被抢购于空 官方救济的盒饭成了生存必需品 新春和以前爱家爱户送盒饭 却没得到大家的感激 甚至还有人挑踢菜的种类不行 不过新春几人不可能被这些小事影响心情 他们特意来到顶楼天台 这里有宽阔的空间高挑的视野 席地而坐享用午餐 简直不要太享受 不过吃到一半时 新春发现还有多处的盒饭 顿时想起没给关在健身房的员工送餐 于是新春和以前立刻跑过去 却发现这里早就人去楼空 二人顿时急坏了 想要报告给午夜 可一直都没人接听 当他们来到车库时 看到其他栋电梯厅有人影闪过 两人连忙追去 不过到达电梯口时 却跟丢了对方 新春发现墙上有一滩血迹 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忽然听到正在下落的电梯里 传来猛烈的撞击声 新春二人心领神会 飞快往回跑去 根据经验判断 电梯里很有可能就是狂人病患者 就在他们进入本楼洞的一瞬间 那名健身房员工也跑了进来 原来他是去车里找东西了 看着状态应该没被感染 不过两人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一个浑身穴子的男人跑过来 拼命拍打着玻璃门 谁知下一刻 也不知道其他楼洞发生了什么 小区里开始陆续出现狂人病患者 正在拼命追击居民 以前马上来到楼洞大厅 封死了玻璃门 并阻止任何人外出 多亏他的及时应对 很快就有一个眼珠泛白的感染者走了过来 其他居民顿时吓得哭蝶喊娘 感染者就是之前锁门的物业经理 怪不得刚刚打电话一直没人接 同时星春也接到韩忠孝的电话 他在小区监控里发现 其他楼洞已经全部沦陷 此时大厅角落的楼梯 传来脚步移动的声音 星春则拿着电话紧张地忘了过去 以上就是幸福的第四集内容 这集主要是给后面的丧尸潮 以及主角艰难求生做铺垫 现在已经基本到位 不过后面的好戏 只能等到下周才能欣赏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